杨文科不叫杨文科 但是杨文科制造的这些天坑 要叫杨文坑 因为如果不是他的话 就不会有这些坑 第一件事情 你知道这整个过程里面 就我们看到的画面 以及新闻所披露的 加上检察官的资料佐证 新竹县发生过至少八次摊坊 是你们现场搞的 这其中有一些正直良善的行政官员 要求四次停工 结果县长 在这个检察署的新闻稿里面 有33次的通联记录 要求复工 我再讲一次 八次摊坊 四次停工 县长打了33次的电话 传了33次的讯息 住了33次 这三个加起来 去住了招待的饭店 33次要求复工 而且在要求复工里面的言语 包含的非常刺激 他说 包含他跟他的这个公务处长说 不要担心县长我来骂 我可以跟他讲明白 不用安全 不用理他们 要强势 到时候什么都可以不用做 最好是乱做 快交 哇塞很大耶 很大 这个就是县长主导的 违法复工图立案 好刚刚讲到钱的部分 你看里面查到什么呢 杨文科县长官邸跟杨文科的住处 并且在县长室 扣得现金12万 金币一枚 金市七枚 县长官邸扣得现金57万 在卧室化妆台扣得洗癌灯 员工名片一张 这个查得很细耶 重点是不是县长的部分 是这个前公务处长的部分 还在他家住处查到藏宝图 发现黑色塑胶袋跟纸袋各一包 总共多少 202万 他太太家里的抽屉还有钱 40万 总共1240万 这没意思啊 怎么会处长拿的比县长还要来得多呢 这个确实 先回应一下袁芝 不要说等一下我有什么提到他 他说起诉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那就我们对国民党的了解 起诉判刑 定验 入狱出来之后 可以当立法院党团总召 所以杨文科在这里 祝你在国民党内步步高升 仰望顾昆琦 出来之后还可以选立委 不要担心 第二个呢 国民党出了一个新闻稿 说要帮杨文科喊冤 我一查 杨文科的生肖是兔子 兔子关起来就是个冤字 所以国民党的新闻稿 是要杨文科早日去关 那第三个呢 我们最后要送给杨文科高宏安说的一句话 司法我们都搞定了 搞定了 进去关 杨文科这一次的罪行涉嫌重大 那先要给新竹地检署一个肯定 之前讲到不管是蓝绿白哪一个政党案子 我都说我们的检察署 检察机关在不安全的情况下 本来就应该要这个尽其所能的发挥 这一次新竹地检署出的新闻稿 成为今日政论来宾不分蓝绿白 必读的课程 考题在这会考 长达十页内容有多丰富 我简单讲几个重点给大家听 好 第一个 他指控四点 违反建筑规范以及违法复工 具体有事证 第二个违法复工之外 还利用违法复工来图立 第三个叫做规避调查 甚至到做伪证 意思就是里面有一些 他们打卡手做假资料 第四个叫做财产来源不明 依据这四点具体而详细地写出 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简单讲可以确定一件事 杨文科不叫杨文科 但是杨文科制造的这些天坑 要叫杨文坑 因为如果不是他的话 就不会有这些坑 第一件事情 你知道这整个过程里面 就我们看到的画面 以及新闻所披露的 加上检察官的资料佐证 新竹县发生过至少八次摊坊 是你们现场搞的 这其中有一些正直良善的行政官员 要求四次停工 结果县长 在这个检察署的新闻稿里面 有33次的通联记录要求复工 我再讲一次 八次摊坊 四次停工 县长打了33次的电话 传了33次的讯息 住了33次 这三个加起来 去住了招待的饭店 33次要求复工 而且在要求复工里面的言语 包含的非常刺激 他说 包含他跟他的这个公务处长说 不要担心县长我来骂 我可以跟他讲明白 不用安全 不用理他们 要强势 到时候什么都可以不用做 最好是乱做 快交 哇塞很大耶 很大 这个就是县长主导的 违法复工图例案 第二个图例是什么呢 他里面还讲 不论谁打 里面有一个外包的审查委员 他说 你们很多人打电话来了 不论谁打电话来 一定要把真正的问题解决 才能复工 结果这个人就被当做问题解决了 就跳过他了 跳过他之后 做了虚假的报表 然后来呈现 最后一定要想办法给他过 这个是县长雄科打电话 跟他的官员指示 一定要想办法给他过 而这过了之后 待会第四点会讲到 收受利益的关系 所以据此 这个就是有滥用职权 而且要求行政官员配合 第三个规避调查跟伪证案 建设公司 这个是建设公司的部分 他们在工程日报表里面有造假 而且修改了他们的契约 叫做虚伪契约 这个叫做妨碍检察官侦查 那第四点最精彩 叫做财产来源不明 这个就是现在各大 9月7号检察官准备好了所有证据 然后准备要去找姜处长他们 他到底有没有收钱 有没有藏钱 搜索进去 9月7号早上7点10分 进入姜处厂的竹北市住处 敲出几千万 敲出两...抱歉 139万 然后他的车上还有3万 3万块 那本来以为没事了 结果在桌上发现两张变条纸 不是在床下吗 在床下发现两张变条纸 这两张变条纸上面写着 藏宝图 我好好奇喔 怎么样的情况之下会有藏宝图 我前居然多大要画藏宝图 你有没有看过国家宝藏 没有国家宝藏这么大一条 他用两条变条纸说财在那里 这个就是要夸境检察官的地方 9月7号早上7点10分在竹北 10点32分开到台中市太平 去找江处长的配偶 又在他的住处敲出现金 还有他爸爸 然后在下午2点半 再把车子折返到苗栗市卓南镇 然后在他爸爸的住处又敲出现金 然后检察官依此 把这些东西收一收之后 去到什么 县长杨文科的官邸跟住处 再敲出其他现金 为了厘清 他跟某个喜叉叉饭店 有没有这个账户往来 还跑去敲这个喜叉叉饭店 他们的餐券进出记录 他发现有30张是建设公司买来 送给杨文科的 这一切全部的 都是相关的图例跟不乏所得 之前杨文科是说 那个是过年过节 送给他的 没关系啦 我们尊重他的说法 反正国民党都帮他喊冤了嘛 显然检察官不相信 而且我补充一下 他那个钱很有趣 那个江处长 他的住处藏钱的地方 一个叫做侧沟里面 就是排水沟啦 可是后来在他爸爸的 卓南老家的 衣柜最底层 找到了几十袋 一千多块跟两千块纸钞的牛皮纸袋 他有一批找出来纸钞里面是有污泥的 所以我在想 那个江处长 水沟要拿出来 可能知道 由水沟要拿出来 然后转换 把那个账款转移阵地 所以才被查出来有污泥 这是在拍电影吧 所以我说这是新竹现版的国家宝藏 以后也许可以改编成这个八点档 叫做新竹宝藏 我觉得怎么会有人 账款还画藏宝图啊 你是怕检察官找不到钱是不是 他怕自己找不到 他忘记了 还是你钱多到说 我们以前在开玩笑说 钱多到买在哪一棵树下忘记了 还真的画藏宝图 就是分三个地方藏钱 那我觉得这个江处长 到后来很夸张 其实他的太太有警告过他 他的太太警告过他 说你做人要懂事一点 他一开始其实是抗拒的 但是后来没想到 他收了总共大概账款一千四 但是我想请问一下大家 如果公务处长都收一千四 我们看完整个起诉书 你会发现 其实一开始在主导就是杨文科 可是杨文科在里面只查到七十万 五十七万现金 对 好那我请问你 如果公务处长可以拿一千四 而杨文科如果真的拿五十七万的话 没有啦是县长是十二万 官邸有五十七万 加起来快六十万 快六十万 杨文科如果最后真的只收六十万 然后收到 也不怎么值钱 我发现 そして で 你当作我管党是谁 你当作我宠子吗 你介事介端对不对 处长现在借我县长的名誨吗 但是大家 以上我想的你觉得合理吗 如果处长收一千四 你觉得县长会只收六十万吗 所以為什麼檢察官要另案偵辦